各位观众朋友们 全新的 MPV 之王要回来了 没有错 它就是大改款的 Toyota Innova 最近就有本地媒体拍摄到 全新的 Innova 出现在这个托格罗里上面 疑似运往各大的展示厅 而根据我们的消息呢 这一款车最快会在这一个月内正式开放预定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全新一代的 Toyota Innova 讲到 Innova 大家对它的印象 应该就是空间很大很耐用 但是很跳舒适性不是很好 首先就是因为这辆车的前两代车型采用的是 Hilux 的平台打造 非承载式底盘后轮驱动设计 所以它对这个耐用性是绝对的强 但是舒适性就大大的降低了 可是在这个第三代车型呢 它变成了一款真正的 MPV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因为这款车采用的是跟 Voxy 还有 NOA 一样的平台 TNGA GAC 轴距达到了2850mm 所以这台车的舒适性跟这个底盘的操控表现呢 大家是不需要担心的 只是它把原本的这个对滑门变成了对开门 所以我觉得还是缺了点意思 但是这个可能是因为受限于成本 因为 Toyota Innova 一直都是为了东南亚市场 还有这个南印度市场打造的车型 所以这一款车在这几个地方的销售成绩都非常的好 因此这一代车型大家都很注意 因为它真的是有非常大的革新 在刚才我就讲到了这辆车的轴距达到了2850mm 这就代表着内部的空间表现会更大 虽然我没有亲身体验过这款车 但是我有向我的一些印尼或者其他国家的媒体询问呢 他们表示这样子的空间表现对比上一代的 Innova 确实大了很多 而且除此之外那个舒适性真的是一流 因为 MPV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舒适表现 所以这款车在马来西亚最直接的竞争对手就是这个 Nissan 的 Serena 虽然很多朋友讲 Nissan Serena 有对滑门 Innova 没有 但是我相信在价位的这个阶段呢 他们应该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路死谁手慢点我们就知道了 除了整个底盘变成更佳用之外的 它的内装设计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 如果你去对比这个 NORA 或者是 VOXY 的内装设计呢 你会觉得 Innova 大改款 它们内装设计是非常非常的接近的 使用者界面更加友善 所以讲今天如果你是个驾驶者的话 你要去操控那辆车是非常的简单的 而且重点是这辆车还配备了 Android Auto 跟 Apple 卡背 这个是目前很多的新车都很注重的环节 Target 的 所以相信你在驾车的时候 可以连接 Waze 可以连接 Google Map 可以听音乐啦 它会非常的方便 至于后座的座椅部分呢 发泡面的设计还是一如既往的 Toyota 做起来非常的厚实 当然这些都是这个印尼的媒体朋友告诉我的啦 我自己也很期待这款车 相信很快就可以看到它啦 相信家里有老款 Innova 或者是你开过老款 Innova 的朋友 你都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辆车真的很没有力 而且油耗非常的高 我自己的家人呢就有一款第一代的 Innova 2.0 的自然进行引擎 匹配 4 速自排变速箱 你要讲耐用它确实非常耐用 但是没有力超级持油 就算是第二代的车型升级到了 6 速自排变速箱之后呢 它的油耗表现基本上都是在 9 公里到 10 公里 1 公升徘徊 所以这个油耗表现真的很难接受 但是新一代的平台呢 它从原本的后轮驱动变成了前轮驱动 而且油耗表现也有非常大的进步 目前在印尼跟印度市场的 Innova Zenix 提供了两种引擎配置可以选择 分别是 2.0 公升的 Dynamic Force 自然进行引擎 以及 2.0 公升的 Dynamic Force 混合动力引擎 在自然进行引擎的部分呢 最大买力表现是 172 HP 峰值流率表现 205 Nm 匹配 Direct Shift 的 CVT 变速箱 这个动力配置 动力的表现肯定会比上两代的车型还要出色不少 重点是油耗也得以降低 我有看一下印尼媒体的朋友分享呢 如果是自然进行引擎版本的 Innova 它的这个驾驶油耗表现呢 可以达到大概 12-13 km per liter 左右 那么混合动力版本呢则是更加省油 当然啦 买混动不是为了省油 是为了什么 对不对 而且除此之外 它们的性能表现也是还蛮值得期待的 以自然进行引擎版本为例 它的 0-100 加速实测只需要 10.8 秒 这个性能表现基本上可以跟很多的这个 B segment 的车款相比了 而且如果你买到的是混合动力车型的话 它的 0-100 加速甚至只需要 9.3 秒 这个成绩甚至媲美了很多涡轮增压的车款 而且重点是这个版本油耗漂亮动力又强 所以我相信未来马来西亚版本也会引进混合动力车款 因为 UNW Toyota 已经保证了未来的新车一定会有混合动力车型 讲了那么多 为什么我们会讲这款车最快会在 6 月公布 除了有媒体拍到它在这个托格罗里上之外呢 我们也有一些渠道表示销售员会在这个月就去进行训练 也就是讲最快会在 6 月 Innova 就会开放预定 至于售价的部分其实销售员也没有明说啦 但不过因为这款车不再是 CKD 而是 CBO 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前的 Innova 因为它跟着一个 Hilux 还有 Fortuner 共享平台 所以它每个月只卖两三百辆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全新一代的平台因为它升级到了 GSE 而且它的轴距比起 Corolla Cross 更长 如果生产这款车只卖每个月两三百辆 太不符合经济效益了 所以原厂选择从印尼进口 预计售价会在 16 万 5 千令吉到 17 万 5 千令吉之间起跳 而混合动力的版本应该会更贵 但是我预计如果你是买到混合动力的版本 价格应该会在 18 万令吉左右 老实讲如果这款车的定价是从 15 万 5 千令吉起跳 我觉得它还是有竞争力的 因为现在这个 Serena 价格其实也不便宜了 所以这个价位可以买到这样子的 MPV 大家能够接受吗?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未来有任何进一步关于全新一代 Innova 的消息 我们也会在我们的网站更新 所以大家可以顺便追踪一下我们的网站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内容 我要回家吃饭了 我们下次见,拜拜!